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夏清文史社 刘伯温在朱元璋身边待了八年后 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建立了明朝 刘伯温先后做了御史忠诚、太史令、洪文馆大学士等 刘伯温十分清楚朱元璋的性格 更清楚每个功臣的性格 他知道自己秉执尽严、公正处事 难免得罪一些人,就想着急流勇退 虎五四年,刘伯温回到了故乡清田武阳村隐居 但这也没让他保住仪式平安 胡威雍上位后,刘伯温的清静日子就被打破了 因为胡威雍的设计,刘伯温卷进了案件中 不得已前往京师向皇帝告罪 为了使他安心,刘伯温留在了京城 虎五八年,刘伯温病倒 朱元璋派胡威雍带去了御医去看网 留下药方,而刘伯温服药之后症状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 他告诉了朱元璋之后,朱元璋反应冷淡 刘伯温顿时心冷 回到家中,刘伯温明白,该安排后事了 刘伯温已经不能正常行走 朱元璋让他返回故乡养病 在儿子留恋的护送下,刘伯温再次回了清田 拒绝吃药,只肯吃饭 这可能与他之前的经历有关 吃饭显然不能续命 刘伯温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但他依然为一些事情担心 史书记载,刘伯温临终前 曾经给儿子留下了一本天文书和一段劝诫皇帝的话 告诉儿子,刘家后人不能学天象学问 应该把书交给皇帝 他又说,胡威庸若死,皇上肯定会想起我 到时你再把我这段话写成奏章交给皇上 果然,就在刘伯温死后五年 胡威庸牵扯进谋反案 他本人与党羽都被诛杀殆尽 朱元璋想起了刘伯温生前的话 刘伯温的儿子就将奏章献上 朱元璋读后被感动了 他赐给刘家单书铁券 又另外加恩赏赐 不过民间对于刘伯温临终的说的话 还有另一番解释 相传刘伯温告诉儿子 刘家九代之后还会出一个武将 让他们不要为将来的命运而担心 后来在嘉靖时代 刘伯温的九世孙刘渝 果然做了雏州指挥使 而且习封了刘家的诚意伯爵位 刘伯温生前的事迹多有传奇 民间和野史加以渲染演说 并不奇怪 在后世人的心中 刘伯温有时候就像一个先知 他说的话都会应验成真 而刘伯温确实为明朝的建立 贡献了力量 人们钦佩他 朝廷遵从他 也不难理解 好了 本期的夏清文史到这儿就结束了 留个赞再走吧